I LIFE T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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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那基本上各位你不用求 你只要有大秤的皈依 那世间的福报一定具足 这个就是佛法 很特殊的地方 以前我们是说 我要去求 佛法是你只要 发的心 比较大 那世间的福报也会有 解脱的功德也会有 所以大家都会念 各位念一次来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就是这一句话 是真正归一的意思 所以我们往生西方籍的世界 也是天天在念佛 念法念圣 所以佛教的修行 从一开始到圆满 都不离开三归一 只是它的动机 各位要把心量圆满 所以佛教里面讲空性 这个空的意义 它就要让我们了解 离开世界 离开众生 我们不可能存在 特别现在这种网路时代 各位更了解了 息息相关 这两天的法会 上Facebook 马上很多人都知道 好好坏坏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会互相影响 欧洲海难 有一个小孩子 往生在海边 全世界都会知道 这个小孩子像菩萨一样 就是让整个世界 都知道他们的痛苦 所以大家马上就会生起一个 一个哎呀 怎么样帮助他们的心态 所以我想 这个就是 达成归一的意义 如果你有这种心态 那世间的所有的福报 你都会具足 而且如果这样归一 大解脱听说 真实这样归一三宝 生生世世 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出生道 所以哪怕一个人 没有这种性归一啊 经典说 一个人快往生了 听到一个佛的名字 或者是菩萨的名字 他就不会堕落上而到 地上经这么说 所以各位就知道 三宝的力量有多大 只是现在的人 归一的意思 有一点就是说 幸福 我找到一个好工作 我找到一个好先生 我得到一份很高的待遇 所以我好像我觉得很幸福 那个有点叫归一 但是只是这种归一 不是不快乐 是什么 你也讲不就近 就算你一天赚一百万美金好了 但是最后你还是会生老病死 还是会轮回 所以我们归一 更重要的意义 是能够 你也讲 解脱轮回痛苦 解脱轮回痛苦 对 我们以前拜过神 求过上帝 求过各种 所以以前我们是先归一 金钱 感情 地位 后来发觉变化了 所以我们开始去宗教信仰 拜神 算命 这也是一种归一 只是这种归一 不就近 为什么 这些世间的神 天上的神 都还在轮回 老板也会得癌症 皇帝也有下台的一天 这只是一种世间的快乐 所以我们也 为什么 有一句话叫归一处处求 我们处处去求归一 结果发觉都 不就近 不远 终于有机会 认识佛陀 看到佛经 所以我们才要 真心的归一 但是各位归一以后 要有什么心态 那为什么要归一呢 因为你以前把快乐 一直在身材啊 外表啊 钱啊 儿子啊 你觉得很快乐 那佛陀要把你拉回来 那个只是一种夜报 因缘 如果你把快乐 依靠在那个地方 你一定会受苦 在爱的 都会分开 再健康的 都会生病 再有钱 也带不走 再高的地位 你终于下台的一天 凡事有生命 必定会死亡 所以 有时候你去想一想 这个道理 现在看到一个 一个年轻人 二十岁很健康 然后你想一下 再过五十年 他就坐在轮椅了 搞不好 没有五十年 三十年 车祸他走了 但是说人 如果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他就会一直追求 别人 怎么样我也要怎么样 所以佛经有个故事 有一只猴子 不知道后面 树上什么大东西 掉下来 他以为有动物要吃 他就开始跑 那跑的时候 那狗 那跑什么 大家就一直跟着跑 然后后来年大象 什么都一直跑 一直跑 因为有人在前面跑 以为后面有罪 结果跑到河边 跑不过去 全部停下来 就问 为什么要跑 问到最前面 那个猴子 为什么要跑 因为东西掉下来 全部都跑 连一只猴子跑 连大象都跑到河边 这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 生命的原理或意义 像我们这样 追求 留学化过 那我也要去 结果老了 人家老了 我最好回家乡好了 我们台湾移民朝 也是移到英国 美国 现在都移回来了 因为当初是为了钱的问题 为了各种的问题 这个就是 离心外求 那事实上 佛要我们皈依呢 是皈依 自信 自信 我们众生 都有佛性 最圆满的 那个状态 如果你往外求生气了 我烦恼了 我赶快念佛 让我 不要再 烦恼轮回 所以 你也讲 有求皆苦 对啦 所以 心经说 以无所求 故 都不稳定 那你要 依止 释迦摩尼佛 没有生 跟死的问题 他只是 给我们看 但是 他这种真理的生命 是不生不灭 叫不生不死的 真理的生命是什么 你也讲 永恒的慈悲 对啊 这句话很重要 世间的爱情 那是一个暂时的 但是 当然 如果你可以把 不管对方离婚在一起 不管对方哪里 你还是要让他解脱成佛 这叫永恒 那就不会变了 所以我想我们念佛 是因为 佛有一个永恒的智慧 永恒的慈悲 所以 他永远存在 因为你相信 因为 相信 他就存在 你不相信 他就不存在 但是 对我的道理 念一下 来 保护自己 所以 佛陀跟一个皇后说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自己 那皇后说 我很保护自己 佛陀说 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内心 没有烦恼 贪嗔痴 你就不会受苦 这才是保护自己 所以 妈妈告诉我们 不要咳嗽了 要穿好衣服 你要保护自己 妈妈疼我们 所以 佛陀要我们保护自己 那你既然懂得保护自己 也不让自己受苦 也请记得 你想 保护众生 所以我们今天皈依了 各位要有个愿 保护所有生命 所以特别在巴黎街头这么多人 哎呀 他们都是在满足于暂时的快乐 漂亮的风景 追求这些 那事实上 那些 对我们了解佛法 那是一种苦 那一种苦 因为他现在 他就拿相片过来 师父 这是我年轻的样子 我说 你长得不错 那是20岁的样子 你现在70岁了 快走了 那事实就让我们觉得 哇 你看 你现在70岁了 你还在想20岁的样子 那时候你会觉得 哎呀 我年轻多好啊 我年轻如何如何啊 但是事实上 那这个就是 一种 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皈依以后 我们要求的 并不是 并不是这些外表啊 健康啊 而是你的心态 心态 20岁死了 也能够把我的男女的欲望 断除掉 我下辈子生生世世 不管投胎蛋 没有欲望 这个找到断女 黄金白云带不走 我的天上圣母 林末娘 活到23岁就死了 对不对 但是他的生命是永恒的存在 他不是追求自己的 所以这个叫 有意义的生命 所以我这样讲 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了解 生命的原理 所谓的快乐痛苦 并不是佛啊 神啊 在绝为创造命运 如果我们的思想里面 还有恨 还有报复啊 我们之所以愿意来归三宝 就觉得佛不会害我 佛永远爱我 佛不是光爱你 佛爱一切众生 我们被佛的思想感动了 修行分这两位 修就是怀的 思想这个叫修 这样 过去你可能会恨人 他对不起你 他感情欺负你 你会生气 以佛做我们的模范 来引导 才会跟佛陀思想一样 空性 关怀 这个修行 不简单你是佛教徒 现在很多佛教徒 这个不简单 因为佛教徒是 你不简单是出家人 你可能是个老板 不会开车莽撞 不会去制造伤害到别人的 这个人没钱 你也可以在那一层 因为我是学佛的人 我用佛教的思想行为 在做事情 他们叫我去看圣礼真的 我说 哇 永远拿着刀 哎呀 可怜啊 还被烧死 因为我要杀死一个人 佛教都认为 这不妥 不好 除非 你这个人 要杀死这一万人 那你必须把他杀掉 你可以救一万人 那可以 但是为了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下地狱 你要愿意 就说 我愿意承担 然后呢 这个人 我把他杀了 然后我还负责 生生世世要度他 度到他成佛为止 而不是说 把他杀了就 就没有了 这个也是一种承担 接受 替一万人 各位如果愿意成为佛教徒 并不是说 哦 因为我皈依了 而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 起心动念 都要思维的 要想的 我这样做是不是为自己 是不是自私 是不是保护自己 我这样做 应该是纯粹为了要承担他的苦 这样才可以 就是 所以知道了 那你皈依了 你在路上碰到那个女人 你不能骂她 你要牵在她的手 说 这女人好苦哦 有了感情就 你的苦跟我的苦一样 我们还爱同一个人 你是佛教徒 所以佛教的故事就有一个这样 有一个印度的悲女 印度的索陀罗 然后呢 因为她的女主人 她的女主人 喜欢拜佛 她先生就拜佛嘛 因为她一个月要六天 把观摘 她很想去 皇后还不如去受一天 把观摘这些功德 所以这个小女生 我就变成大夫人了 全部财产都我的而已 我身份就变了 她就起了这个坏心 所以有一天她在厨房 在煮热水 女主人在煮热水 很热很热的时候 这个小婢女就拿 掏了一盆水 最热 她往女主人的脸 破过去 要把她毁容 她毁容以后 她想她老公 就不会爱她了 结果那个女主人 那个热水 一泼过来的时候 她还想 所以各位要保持正念 我是佛教徒 这样的时候变凉水 各位 这就是真理 你一生气热水 凉水也会变热水 把那个小女生抓起来 打 女主人对你那么好 还给你这么多钱 然后我就说 没有关系 今天很伤心 姐姐很谴责自欺 女主人不恨我 还要带我去见我 她就很惨 罗旭妮啊 当这个悲女 想要伤害你 怎么想 她说伤害过她 所以我只是觉得 她很可怜 出身 那个时候那位小悲女 更惭愧 我真想自杀 躲到地里面 佛陀一点都没有怪她 佛陀说 没有关系 你只是一时 被你的情绪 因为佛陀就给她讲道理 讲一讲以后 讲四圣体 哇 那个悲女就很惭愧啊 皈依了三宝 不但皈依三宝 皈依在佛前 反正 我像父母一样的 用我生命来服侍她 有两个就霸道赚钱 我尽量的要让对方 一天就好 这个人像我妈妈一样 接受佛陀教育的人 今天大家愿意皈依以后 不要再皈依你自己了 我们用的是用佛法 不是想法 我们要用的是佛性 不是个性 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 他写行会变的 所以他写行会变的 他写行会变的 所以 他写行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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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一直维持在那种 清静 但是要维持清静 各位 请问 敌人是谁 写行 跟归三毒 朱巴戒代表贪心 沙悟戒不孝的叫称慧 孙悟空代表乱想乱想 小聪明 聪明跟智慧180度不一样的 就叫孙悟空 是猴子 唐三藏代表我们的本性 佛性 所以各位 我们要归于唐三藏 这种清静的佛性 不要再归于朱巴戒 沙悟戒孙悟空 但是问题是 你可以利用这三个来帮助你 所以身体要守戒律 叫朱巴戒 不要贪心 嘴巴要清静 不要爱生气 所以叫沙悟静 心里不要像猴子一样乱跳 要悟到空性 叫孙悟空 这样你就可以到西方 找到真理 得到解脱 利益壮神 倒架此行 所以我想各位要了解归于的意义 那我们今天归于不但自己归于 今天比较特殊 各位一定要 意念的累劫的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我归于了 我发誓要带着你们归于三宝 我归于所有的功德 我要帮助你们解脱 这个叫什么来 一直得到 九旋七祖进朝圣 如果你从今天开始用 用一个三宝弟子的心态跟行为 你连吃饭都是功德 你每一个时间连睡觉 我干嘛睡觉 我睡觉 我体力好了 我明天可以去帮助别人 我可以在座位 你看 所以你睡觉是不是功德 今天你跑到街上去 shopping也是功德 因为你买的东西 就是要庄严三宝 你看我今天穿这件 好不好看 有不一样 但这个代表 这个代表一种承担 把众生背在肩上 了解吗 这边代表空性 没有自己 这边代表承担 所以 我们叫奉持如来一 广度诸众生 我要把佛的责任 背在身上 虽然我能力不足 所以一个代表智慧 一个代表慈悲 那一人穿一件好了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 一定要穿着 这代表一种承担 上面有很多块布 这很多块布代表什么呢 就是二十五有众生 就是这个世界所有众生 有二十五种 你都要背在身上 这个才是 成为一个佛弟子 所以各位 正式皈依以后 我受五届 你就应该去请一件 咖啡社 参加宴会就穿出去了 人家问你 那你就有机会解答了 所以像我 我以前是搞旅游的 也是跑来跑去 那现在做个出家人 人家就会问你 特别在机场 对不对 问你 意思他就会 你是 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有机会跟他解释 你在吃素 他还问你 你为什么要吃素 那你就有机会 哎呦 每一块鸡啊 鸭啊 都会痛哦 做过我们爸爸妈妈 听一听以后 不好意思 他就给你吃素 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 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外表跟穿着 这不是标信力 而是说 希望借着这些 能够去 让别人注意你 而学习你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师父常过说 你要穿着出家衣服 坐在机场 坐在那里都不能打瞌睡 你不要再 这样 手机呢 因为我在机场 大家都在看我 天气热的要死 还穿这样 冒汗 你到餐厅吃饭 吃完一定要把网块弄干净 因为免得餐厅老板骂你 佛教徒最没水准 因为一切你都很小心 因为你不小心 我心马上会照页 很少人看过我生气 几乎没有 我脾气比你们还糟糕啊 但我会忍在面前 我都是这样 因为我是佛教徒 我不能放任自己 了解吗 要忍 因为你是个佛教徒 你必须从思想上改变 和行为上改变 所以我也曾经有很多男众菩萨 跑到寺庙来 师父 我老婆归 归一年回来 没有什么改变 我说他 终于给善根 我不够力了 对不起 但是 我说这样好了 你骂你老婆说归一不好 那你来归一你做给他看 他说对不起 我还在抽烟不能归一 我说没有关系 你抽烟还是可以归一的 打麻将还是可以归一的 因为归一三宝还没有修行以前 只是一个信仰 那信仰就会慢慢影响你了 所以 我想我们今天 大家 生起这个大悲心 为所有的人类 归一 只要他们还在世间忙的 都在追求的 他们都很苦 所以经常有很多信徒说 师父我要送我儿子去英国读书 我说你为什么不送他到印度去呢 送他到我们佛学院来 你让他读十个博士 最后有用吗 你让他读佛学院读两年 然后他已经知道生命的方向 然后他再去读博士 那有用 他绝对不会去读什么拍电影 什么弹钢琴 因为他知道我 我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所谓归一是我知道生命的方向 这是最重要 所以我去读社会学 我去读传播学 读政治学 我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博士学位 而是为了服务世界 所以他有一个动机 这个叫三宝弟子 并不是说我三宝弟子 我还在追求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世界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就是还没有搞清楚就去努力了 这样就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有时候蛮赞叹天主基督教的 从小生下来就带来受洗 受洗 受洗以后还是要教育教育 思想教育 所以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堂礼拜一下 要去接受一下思想的教育 叫礼拜天 我想这样是好的 那我们华人好像是 生病了没办法 得癌症才要来皈依 那至少他还相信三宝 但是最好各位要把这个皈依的思想 融入到你家里里面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祖先 往生者 他们现在已经知道苦了 他现在就是不要苦了 所以引导他皈依三宝 可能他投胎做人 但是因为你今天引导他皈依 他就在基因里面就会种一个 因为这个种子很特别 佛教就说 我做儿子了 我替我妈妈放生 妈妈就会得到功德 妈妈还活着 我做儿子了 我替往生的爸爸去点灯 他就会感受到那个力量 这个就是佛法叫 业力存在 业力又随时跟着我们走 那我们造了这个善业 去回向给对方 对方就会得到 所以我们就生起这种 你想父母为首有情重 所以我们佛教也是 右肩是爸爸 左边是妈妈 爸爸代表智慧 妈妈代表慈悲 我们要背着爸爸妈妈 以爸爸妈妈为首的 所有友情地狱而归道 这个观念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慈悲心 谁会让你生起慈悲心 爸爸妈妈 因为我们对爸爸妈妈那种感恩 没有办法形容 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我每次在街上看到 女儿带着妈妈 我就很感动 我在电视上看到 爸爸抱着小孩哭 我就想要哭 这个就是佛教最高的 母子相遇 你要对待每一个众生 但是我看到男人伴的女人 我就不会哭 哎呦 真的很 这个还真哭了 这个悲剧 因为这种有苦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 各位要求父母为首 以对待父母的方法 来对待所有的生命 地狱道 饿鬼道 出生道 希望他们都跟我们一样 归一三宝 然后你今天归一了 带着他们归一 马上他就超度了 脱离是个叫一直得到 而且我们是大乘的归一 我们要带着我们现世的父母 虽然你的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儿子还在那边钓鱼 打麻将 还在那很快乐 但是你现在要 要用这个精神的心灵的力量 引导他 这个佛教很重要 所以经典说 你先生很喜欢打麻将 你趁他睡觉的时候 给他念 南无药师佛 南无药师佛 药师佛加持 希望他不要打麻将 他明天睡醒 我今天不打麻将 因为佛力 特别你念药师咒 就可以转变他心灵 意识里面他就会改变 这就是一种持咒回向的力量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亲人 世间上的所有的众生 他们在追求成功 追求快乐 希望他们找到究竟的快乐 千万不要走到不归路 所以以这样子的心态来归一 这个叫大乘 为所有三善道 为所有三恶道 愿六道众生 都跟我发心归一三宝 离苦得乐 最后找到生命的意义 成佛 所以简单的说 生命的本质是痛苦 各位 哪怕你有钱 漂亮 健康 十个博士 那个都只是一个名字 暂时存在的 没有究竟的 还是会生老病死 还是会变化的 所以生命的本质 都是痛苦 快乐本身也是痛苦 痛苦也是痛苦 因为快乐也是暂时的 快乐也是暂时的 所以 那所以 他的本质是痛苦 所以这一点要聊 那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解脱痛苦 所以我们活着不能一直往外买房子 找快乐 活着你要解决你的贪嗔痴 因为只要你有贪嗔痴 我值 这个叫烦恼 你就会痛苦 你就会痛苦 这个叫什么 你也叫烦恼磨 真正的磨是内心 你内心有烦恼磨 外面的磨才会附在你身上 这样 要内神通外鬼 所以一个人会有精神上的问题 忧郁症 躁郁症的问题 大部分是他心里有问题 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法 一直要怎么样 然后又外魔就会找他 所以各位不能有一点自杀的想法 你要是我不想活了 自杀鬼 马上就冲过来了 每天拜你 希望你找一点自杀 为什么他可以 他叫替死鬼 如果他能够引导你去跳楼 他就可以省了好多次他跳楼 自杀鬼很恐怖的 所以不能有那个一点点想法跑出来 所以什么心态招感什么 你是慈悲就招感菩萨 你是恨就招感魔鬼 就会这样 所以生命的目的就叫解脱痛苦 那生命的意义呢 就是你想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要从慈悲找到生命的意义 也不是从成功 我们要从慈悲 从服务找到生命的意义 像我以前是读逛逛的 搞旅游啊 搞饭店啊 搞房地产啊 旅游饭店都没赚到钱啊 那个都是贪嗔痴 但是因为有一点福报 还要赚到别的钱 但是就会觉得说 认识佛教以后觉得自己很自私 弄了老半天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从来没有去为别人想 我有一次到越南 河内 河内 那个是北越的吧 买了一瓶口可乐 因为口渴 结果喝喝喝 剩下一点点放在地上 就有一个小孩子乞丐跑过来 问我可不可以给他 他拿了一点点可乐瓶 很高兴冲去给他爸爸 他爸爸也很高兴 自己也口渴 不舍得喝 就是倒下来给他儿子喝 剩下的这个瓶子 他可以拿去卖钱 我在这边看 我就自己觉得很难过 我也是 那时候我也有做爸爸了 我有小孩了 结果他们这么苦 我到越南还要去吃海鲜 对不对 去找女人喝酒 我真的是不是人这样 然后我只爱我的儿子 我从来没有关心过越南的小孩 我不知道小孩这么穷 我只有想到自己 我那时候就做了很多的思考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 我这样不对 所以我整个人就有一点不讲话 我就不想讲话 那一次出去大家都玩 我从那天我不太讲话 我就一直去想这个问题 觉得自己还是很自私 从来没有为别人想过 因为你做了爸爸了才知道 别人也是爸爸 他怎么爱小孩的 我只有买最好的给我小孩 我从来没有关心别人的小孩 所以我想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虽然贵为皇太子 他有三个皇宫 三个太太 他有五百个宫女在服侍他 他有自己的儿子 但是他觉得很苦 他觉得这个世间 皇宫以外的多少生命都在受苦 所以我不能为了自己 在那里面自私的享受 所以他有这种苦 所以他最后决定要脱离世间的这些 去苦行 他要去找出正觉之道 觉悟解脱之道 为这些轮回的众生 所以我想生命的意义是慈悲 所以大家背一下来 生命的本质是痛苦 生命的目的是解脱 生命的意义是慈悲 所以我想各位这是基本 你要去思维的 所以你现在你去追求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问问自己 我这样是在制造痛苦吗 还是解脱 如果今天你要去娶一个女孩子 因为她病了要死 她没人爱她 所以我如果去爱她 她就不会自杀 那还有点意义 所以现在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结婚了我赶快怀孕 我说你不要怀孤儿院 多少苦人家老外白白的 可以认一个黑黑的来 从来没有一个华人 要找一个黑人来认养 因为我们好像有一点自私 自己生的是宝贝 别人生的是跟我没关系 所以我就会劝她说 你不要生 你要生吗 那我认一个给你 因为有很多女生要怀孕了 要堕胎 我都劝她们不要堕胎 那我相信爸爸师父不堕胎不行啊 家里知道不行啊 我没钱怎么办 我们就必须找地方 找地方找钱 小孩生下来就告诉她 这个小孩生下来我们负责 没有人知道是你小孩 那我还要负责帮她找妈妈爸爸 所以各位以后你结婚了 来跟我要小孩 这种是来报恩的 如果你自己欲望而生的 大部分都来讨债的 因为动机是支持我的小孩 如果你动机是慈悲 那这个小孩就是来报恩的 会觉得很有意义嘛 所以我想 我叫讲的是思想的问题 那你真怀孕了 那你要想 我怀孕这个小孩 还是要让她去奉献人类 也不是我的面子问题 我要让她读什么书成就什么 你要有这个思想 这个叫归一三宝 归一三宝是 你现在归一了 佛 法 生 那你要时时刻刻 起心动念任何一个行为 不离开三宝 这个叫一心念佛 我们叫念佛 狭义是念佛 广义是意念三宝 意念佛 法 生三宝 念佛 念法 念神 按照三宝的思想行为 去引导我们的思想行为生命 这样我们这个生命就很有意义 那我们的生命有意义以后 最大的功德是谁呢 爸爸妈妈 一直得到九玄七祖尽草生 因为你每天都会过得很有意义的 很正确的思想行为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你就会有一种 一种利益众生 服务众生的想法 而不会去利用别人 千万不要学习一般的商人说 踩着别人的头上走 我才可以成就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很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是服务对方 帮助对方 虽然我老公有外遇 我恨得要死 这个恨是你的魔鬼 你不能让他发泄出来 你要同情你老公 男人嘛 对不对 正常嘛 而且你要同情他外面那个女孩子 可怜嘛 被情所困 或是被钱所困 因为你老公有钱嘛 如果直接跟他在一起 他就免上班嘛 他也很苦 所以你要有这个同情心 去了解他 就像我们去监狱 你去监狱你不能骂那些犯人 这些犯人就是因为家庭不好 环境不好 单亲家庭 教育不好 所以他才会杀人放火 哎呀 很值得我们去爱他 关心他 所以我想 像我们经常去监狱 并不是讲佛法 而是表达爱可以生存的 不是斗争 不是伤害对方 不是怀疑对方 所以好 那时间的关系 那各位听我啰嗦那么久 我是不太喜欢讲话的 是没办法的 但是因为就怕各位不了解 皈依的意义 所以我必须要解释清楚 而且各位来皈依 绝对不是你们来皈依 如果你眼睛看得见 外面孤魂野鬼 几千万在那边等了 因为今天要皈依 因为他们吃饱了 他们这几天团队 每天给他们施斥做咽供 所以这个塞纳盒咽下来 咽下来全部聚集在 我们中国城大酒店 这些猪鸡啊 这些战争死掉了 通通百千万亿都在这边 所以因为今天要皈依 他们可以转结 一皈依以后他们就脱离了 所以他们要来皈依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他们说师父今天可能人很少 最好没人 我比较好观想 因为老实讲 我活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因为我们活的叫众生世界 想的是这些 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地狱到鬼到天到 所以我这几天一直找到每个地方 祈求欧洲的所有天神 那些圣者们 这些天主们 慈悲啊 大家一起来保护世界 你要一直这样发愿 学佛各位要注意说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要用佛的想法 这个叫念佛 所以不要有个人的想法太多 因为个人的想法是磨一样 就像你要把那个老鼠打掉 啪啪啪啪 就把他打掉 你要想的是念佛 念法 念众生 要如何去利益这个世界 这样就没有浪费 刚刚他们有说 师父今天这个场地租一天 三千七百块 我说哇 有一点贵 但是各位 各位真宝贵 为了要办一个鬼烟供 我们要花很多钱的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很宝贵的 不要浪费 就像我们的生命 我们佛教这个叫什么 念下来 人生宝 你能够投胎做人是最宝贵的 天上的神 都没有我们宝贵 因为天上的神很快乐 但是他们没有思维能力 没有苦 所以我们人间有苦 有知识 有感情 有意志力 这是人最殊胜的 所以我们生而为人 如果你没有生命的意义 还真的浪费这个人生宝 如果把人追求 你做博士 你做皇帝 你做隐形 我要跟你一样追求 那是浪费生命 因为最后还不是死 什么也带不走 但是我们生命虽然只剩下五分钟 我就能够听闻三宝 归一三宝 那我生命就有意义了 我有一个重新的生命 这个观念最重要 所以为了如此 我们要观想这些有缘众生 累劫父母祖先 所以各位今天归一 我曾经办过一个得癌症的人 发心归一以后 没多久癌症就好了 为什么 这个癌症它是一种夜报 那这个夜会现前是因为它的起心动念 就像一个汽油碰到火 但是它现在归三宝 它不再用过去错误的思想 不再加火了 那个油就不起火了 种子就不萌芽 原来念一下 心清静 世界清静 夜报清静 所以你念头改变了 病就好了 你为什么睡不着 因为你对某一个事情很执着 像我妈妈一直去看医生 我就是睡不着 我就要吃安眠药 那医生 医生跟我讲 他不是安眠药 他就想你们这几个儿子 妈妈想儿子 他永远睡不着 他放下就睡着了 所以因为四个儿子 有四个想法 所以他就永远睡不着 所以他不放下 事实上吃这个安眠药是骗他的 这样而已 因为他已经依赖了 所以想法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你心态改变了 那是改变最快的方法 所以各位要随时调整 调整 今天你的腰很痛 那你改变你那种 倔强的个性 试试看 以后别人可以讲东 好 老公也可以讲西 好 那你的腰的酸痛就会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你改变你个性 所以你固执一种 某一种个性的时候 因为一切为心造 你的心态 心态影响肉体 肉体影响世界 世界就乱了 如果你心很清静 心清静则世界清静 所以各位今天早上 坐在这边 大家很清静 无所求 所以我们一来我就说 这个水会退掉了 因为我们来做好事的 所以各位你 这个人得癌症很严重 你很清静的去看他一眼 他会不会好 他会好 就像提菩达多 伤害佛陀最多提菩达多 病得快死了 佛陀去看他 他们就说 佛陀啊他害你呢 你去看他 佛陀说 如果我去看提菩达多 就像看我的独生儿子罗后路 他一定会好的 因为提菩达多是因为 憎恨心害人而生病 我要修慈悲心 我把众生当儿子 他就会好的 所以佛陀去看完他以后 提菩达多马上就好了 有什么 悲心的力量 所以耶稣基督一出现的时候 你眼睛瞎掉了都会好起来 那佛陀更不用这样了 所以各位重点是 你要不要转变你的心态 所以为了要帮助对方 你一定要念佛念法念神 你要保持这个正念 对方就会改变 一改变以后 他就对佛法有信心 所以我经常去看生病的人 不是光看生病 他的家人我也要度他 你去看生病的人 你要准备好悲心 很多种功德 结果他就很舒服了 很好 他家人会觉得佛法很好很好 他家人就会跑到佛堂 去归宜 归宜真好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就可以改变 那各位你归宜 你有这个责任 因为你归宜 你全家要改变 那你要 你要改变别人 你要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这个就是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你要用佛法的思想 来引导你的行为 这个叫改变 不是我想生气就生气 不是我想骂人就骂人 因为这个要看情况 因为你要想着佛怎么交代 佛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我归宜了 归宜就是什么 你也讲 拿摩本师 拿摩就是用生命 用身口译去完全学习 叫拿摩本师 释迦牟尼佛 释迦就代表大慈悲 牟尼就代表大智慧 佛就代表慈悲智慧圆满 而且自觉觉他圆满 所以我要用我的生命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以我们叫本师在佛教里面 那你今天成为一个佛教徒 所以你的身口译都要学习本师 所以我经常看佛陀的眼睛 然后我又拿个镜子在旁边 差在哪里 我要一点告诉我 差在哪里 不行 我这个眼睛大小眼还不行 我一定要学习用佛陀的眼神 去看世界 所以今天有一本书叫慈悲的眼睛 各位要带回去看 因为以佛陀的眼睛来看世界 来对待 这个叫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的眼睛 那你要去思维 所以各位一定要成为一个三宝弟子 要有这个责任感 你走在街上跟你的朋友见面 不一样了 因为我皈依了 因为你的改变就会影响到改变 因为我们皈依三宝的意义 就是希望所有轮回的众生 都可以皈依三宝 那天我去跟奥地利的主教讲话 他们帮我翻译 结果我发觉 我是在用尽 我浑身解数 结果奥地利的这位主教就问我 他说他很忙 但是他说停下来 哎呀心里不安定 你们佛教怎么想法 我心里就对 这就是我们跟他差别的地方 佛教也讲慈悲 天主教也讲爱慈悲 但是他少了一个空性 他还有一个我在忙 那我们佛教是哪有我 没有我 我不能有一个我排斥这个忙碌的心态 所以但是我也不能给人家讲太多 但至少我要用我对佛法的了解融入他 希望他呢 这一次他不可能改变信仰了 但是呢 他愿意接见我就种了一个很好很好的 因为我要代表佛陀 所以他对佛教 那那个会长就很高兴 他说意思是说 以后我们佛教会办事 主教不会反对了 他意思是说 你师父你表现得不错 老外讲话还蛮现实的 你表现得不错 那这个主教以后 因为就会对我们佛教有一点OK 因为奥地利至少还承认佛教也是存在 他说以后办事就方便一点 所以我想我们的行为一直在影响 所以简单的说 我讲那么多 就是希望各位今天脱胎换骨 好不好 换骨头看看 意思是说 你的思想里面 从今天开始就做什么事情都要想着佛法的思想 但是最好的方法是依止善知识 像我做什么都想着干嘛吧 因为我没看过佛 但是我看过干嘛吧 那意思是说 各位要多去亲近那些有修行的人 慈悲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以他的思想来做事情 就像观音菩萨永远把他的师父 阿弥陀佛放在顶上 阿弥陀佛顶上言 以他的阿弥陀佛做他的庄严 他什么事情都学佛 不用自己的思想 事实上各位人跟人相处 最讨厌的是那个人又有他的个性 对不对 他都没变 所以有时候我不太敢看人 看人都看到不好的 我们就希望 让大家都显现佛性 用故意的 所以这个就是修行 归一以后 各位就要开始修行 修行就是要改变你的身口意 你要调伏 调伏 就像一个火车 你现在这个轨道就是佛法 你这个火车不能脱离轨道了 这个叫归一法 你脱离轨道 你就没办法得到法的利益 那你就会不快乐 你只要不要脱离轨道 一定可以到达目的地 那什么是轨道 八正道 我们叫戒定会 那这位各位可能要多看佛经 多听佛法 释迦牟尼佛的过去是 现在是 释迦牟尼佛的愿力 阿弥陀佛 要是佛 都要多了解 了解以后 用这个思想 去引导 引导自己 也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三宝弟子 来帮助自己 帮助众生 保护自己 保护众生 所以 当然我们现在 偶尔看到别人做错 还会苛责 你好讨厌 那这个就是烦恼性 就是要想 不行 我不能放弃他 多回向给他 这样 多为他念佛 他会有改变 总有一天会改变 因为 这个改变不是 外面找来了 我们今天归法 归佛就是 众生皆有佛性 我们的本质都是空性 所以众生 本质具足 六祖慧南大师讲 本具具足一切 不用往外求 噶玛巴讲了 就是什么都放下 放下 放下 放下你就慢慢看到自己 然后从利益众生 也很容易看到自己的悲心 所以我想我们拿一块面包去 去喂这流浪狗 小朋友 他好高兴 他在吃我布施的面包 那个时候很清静 很有力量 所以 要归宜之前 我们要离请三宝 离请三宝以后 大家忏悔一下 好不好 忏悔就是要知道自己 错在哪里 我以前的思想错了 就是因为做错才会很认真诡异 一个人要忏悔之前要有一个恐怖心说 哇我如果不归伤包 我一定下地狱了 这个没有第二条路的 像各位这么乖 我这个人是坏蛋 我以前还没有归 我就是吃喝喝 比如说我吸毒 我就做这些事情而已 好在吸毒没有中毒很深 还有的救 但是因为没有方向 随波逐流就是这样 做了很多坏事 包括杀小孩子 堕胎 以前不知道 我带那个女朋友去堕胎 我说如果你堕胎了 我就娶你 如果你不堕胎 现在我们不完蛋了 对对对 然后他就堕胎了 堕胎我就慢慢疏远他 结果他就自杀 自杀好在没死 三宝加持 他妈打电话来把我骂到天 那样的 我没话讲 谁都做过这种 这种要下地狱了 你骗把杀了小孩生命 又骗了一个女孩子的感情 然后又伤害了他妈妈的心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自己 我讲这个 我天天还是回想 亏欠 亏欠 但是下辈子如果换我 被他这样子害 我要甘愿 但是没办法 因为世间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些道理 我记得去医院 那个护理长还把我带进去 他要麻醉 麻醉要醒来的过程 很痛苦啊 会吐啊 会吐啊 他叫我在那边看 我一直骂我 但是 但是 很恐怖了 自己想起来 很可怜 女孩子也可怜 男生也可怜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听闻佛法 听闻佛法 如果各位跟我 我们现在听闻佛法了 你女儿怀孕了 你会带她去堕胎 打死也不要 对不对 无论如何要把她命救下来 男生不管 对不对 救小孩子 但是因为你诡异了 你知道 你不会杀神 但是以前我们就没有机会听闻佛法 我们就随便的就去做了这个最罪恶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弥补的就是天天超度小孩子 天天超度小孩子 天天劝人家不要堕胎 哪怕这个小孩子 医生说生下来一定会死 也要让他自然 要想尽办法 因为我们做错了 所以我们要忏悔过去的贪嗔是造的恶业 就是烦恼跟恶业 这个就是所有痛苦的因 然后我们今天开始转 皈依就是转黑为白 转邪为正 过去的错误的思想行为要转化 要转化 那这样以后 这叫放下土到立地成佛 所以为什么皈依功德特别大 所有的佛教的功德不离开三皈依的功德 因为三皈依的根本 那三皈依如果你连这个都破戒了 对三宝没信心 所有的所做的都不是功德了 用十种供养 来感谢诸佛佛杀 那为什么要供养呢 因为我们经常供养 那时候可怜的孤魂野鬼 他没有机会供养 他也那些畜生道也不会供养 所以我们要替他积福报 像各位今天能够听佛法 那是百千万劫修了无量福报 善根 你才能够听佛法 不然没办法 世界有几万个博士领导 他不见得有听魂善报的机会 他的生命忙了一辈子这么努力了 结果到了九十岁生病往生 他生命就浪费了 所以百千万劫难遭遇 能够听闻佛法 要抓住 不要再把佛法当作一个信仰 我拜拜 我做做坏事 那就比较浪费了 要用整个生命 整个闺命 整个生命 来学习佛法 来实践佛法 来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要替父母 替往生者也自己做供养 那以后各位在家里最好要背 每天一合掌 再背一次 香花灯图国 茶食宝珠一 就是食供养 前面摆了那么多 大部分都水果饼干 香 但是你要把这一幕 放在你脑里 花 特别各位你走到草地上 那个开出来的花很多 欧洲的好处是 天空美啊 水美啊 花美啊 本来里面也不会移民来 对不对 这些东西 你要观想供养诸佛菩萨 地上开出来自然的野花 好美啊 他就给他观想虚空清净的湖 我们去地地湖 德国国王湖 好美啊 对不对 那些山啊 美啊 阿尔卑斯山啊 就观想供养诸佛菩萨 因为你这个供养一点点 但是我们要为了无量众生 做无量的供养 所以各位背一下 所以我念供香 你就念翁阿哄 翁就是清净 阿无量无边 所以供养的每一个佛 替每一个众生都做供养了 随喜功德很重要 你为什么要皈依佛 因为你看过佛陀的经典 佛陀的优点伟道 所以我要随喜他 进一步学习他 了解吗 各位这个很重要 一个人就怕不会进步 今天你来法国待了两年 回去也没有一点法国味道 你要学学他们的优点 你去德国你要学学德国人的经字 对不对 你去意大利也可以学习意大利的这种文化 就是说你学买一根佛菩萨 他的功德是什么 你一定要随喜 随喜 因为我现在做不到我先随喜 然后我就精进的学他的功德 所以一个人不突飞猛进你会被社会淘汰的 了解吗 就像Nogia 以前可大了 现在都没人拿Nogia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跟着上时代 没有走入数位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一定要强力 既然归山保了 我要趁我生命死亡之前 我要突飞猛进 学习各种众生的优点 学习各种世界的真理 这些真理 如果我将来有福报 我盖个佛堂像教堂一样 教堂那个气氛 还很好 它的优点是什么 我那些彩色玻璃 全部发生佛陀故事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佛堂点灯 没那么庄严 在教堂点灯好像比较庄严 因为他们都弄得暗暗的 点起来就亮亮了 看起来有一点庄严 有一点气氛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 每一个人的优点 你都要知道 随喜功德就是 首先你要知道它的优点 进一步你要学习它的优点 这叫情转法轮 所以各位你学观音菩萨 学地藏皇菩萨 你一定要突破个性 一直走入佛性 你要抓住这个 所以要这样 来 随喜诸佛菩萨功德 随喜诸佛菩萨功德 清转法轮 你不会生气 所以我要学你随喜你不生气 我要问你怎么样可以不生气 怎么样可以很慈悲 清转法轮 请佛注视 希望佛菩萨永远加持我们 藏随佛学 然后我要把佛菩萨的功德 成为我的生命 跟着佛陀的脚步 藏随佛学 要这样去改变 所以我因为 今天我讲的比较清楚 是因为各位百千万劫难遭遇 各位以后在法国就代表佛了 一定要好好注意 因为我们代表三宝 因为他们这个欧洲国家 人类都是有一点小小福报 但是也有很可怜的黑人 对不对 难民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 想尽办法帮助他们 你不会讲他的话没关系 咒跟心态是超越语言文字的 最主要是你有那个心态 这个非常的重要 路边的乞丐 无论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还是要拿一块 跟他结缘 为什么 因为我要跟你结缘 这个是最重要的心态 而且我跟你结缘 我要给你一个非常尊重的微笑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妈妈爸爸一样 只是你现在这么苦 最后我帮你带回家 那我们现在没福报 所以但是你要把握机会 因为他拿你这一块 就拿到了三宝的力量 就像你们去给大宝宝王献那个哈达 那一个哈达上面 有百分之一百利贷 噶马巴的力量在上面 因为他把你套上去了 所以同样的 你今天不是给他一块两块 这里面有你所有的功德 妈妈 那终于见到你的面了 我要透过这个 希望你得到我的功德 你知道他 他不知道你 这个就是佛教 这个叫知母恩 知母 知就是我知道所有众生 都做过我的母亲 没有一个例外 他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 因为我们发大秤心 归一三宝 经典说你用一百年二十四小时 都在布施黄金珠宝对这个世界 一百年不如归一三宝的功德 有一个天上的神 他活了几千岁 再来就要直接堕落做畜生了 他知道他哭啊怎么办 他去找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说 你只要能够归一三宝 就可以脱离痛苦 他就合掌 跟着念归佛归法 一归一以后 他一样去投胎 结果那一只小马 就死在马的肚子里面 都没有投胎 就是这样死掉 然后这个天人就生更高的天 归一的功德 所以一个杀人死人犯 他要枪毙之前归一三宝 他枪毙以后不会堕落三个岛 这就是三宝的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这样发心归一 不但为自己 最主要是为三恶道的父母祖先 或者正在努力的所有友情 愿他们归一三宝 所以七十一夜归一的地方 诸佛子读的部分三宝 不只是归一 所以轮回三友 三友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叫三友都在这个轮回 三友里面有二十五种 二十五友众神 我细分 也叫三界 所以堕恶道生 我今未如授予三归一法 如今替听诸佛之等 我先解释一下 一开始代表信心 归佛归一法归神 我们愿意回归一子三宝 第二个代表 我知道三宝的优点 归佛就是要归佛的两足 叫福德智慧圆满 要学它 归法 法就是你如果了解佛法 你就慢慢的没有欲望 因为万法都是空性 没有一个真实的 所以你就会离开欲望烦恼之主 归身 那我们大家一子观音菩萨 一子噶玛巴 一子某一位法师上师 那些 这个身不是代表一位 是所有的菩萨 所有的出家人 只要他是持戒人 都是我们一子 所以他们是众生里面很尊贵的 各位如果你去缅甸 只要有一个出家人上了车子 他一定坐在第一个位置 只要去机场就有个特别座 因为他们是出家人 就像泰国一样 前面两个位置一定要给出家人 所以因为他们认为出家是最尊贵的 连皇帝国王都要顶礼他 对不对 重中尊 那如果能够归佛两族尊修福德智慧 归法 思维空性 归身 也学习这些菩萨的慈悲 那你就会得到这三种功德 这三种功德也马上利益众生 归佛不惰地狱归法 不惡鬼归身 不惰畜生 这就是归衣三宝 然后各位在念的时候 念完第一遍 我们嗆问讯的时候 你问讯的时候 你要观想大地震动 因为你归衣三宝 累劫累世的恶业 就变成黑色的血 毒舌跑出去了 因为三宝的加持 我们消业障 那第二遍 念完三归衣的时候 你要观想头顶 我出现了很大很大的云 光明的 就是三归衣的功德戒体 在我们的头顶 照着我们 覆盖我们 第三遍最重要 念完三归衣的时候 这个三归衣的戒体 就从你的头顶 所有牌位都融入 他们得到三归衣的戒体 有了这个三归衣 除了不堕落三个道 他有力量 他心里面有一个法的力量 有佛的引导 所以就得到成为三归衣弟子 得到三归衣的戒体 就对了 他再来会念 归佛境 归佛境就是说 你已经归佛了 今天别人再叫你去 信其他宗教 你会尊敬 但是你不会归衣 因为你了解 唯有佛台是究竟圆满的 神 世间的神 天上的神 他还是六道轮回的众神 只是他福报很大 但不是我们归衣的对象 所以叫 念一下 归佛 永不归衣 天魔外道 这个要注意 第二个 归法境 念一下 永不归衣 外道典籍 外道典籍 就是说 你今天归衣三宝 你还去研究 你连佛法都不懂 每天去研究世间的算命 什么这些 只会懂数 那这样 这样就不对 因为你会迷信他 你对三宝没信心 除非你已经对三宝 完全正信了 你只利用世间人的学问 去度他可以 所以各位 你归衣三宝以后 你真实了解佛经了 你还是要看看 可兰经 看看圣经 因为你要帮助他们 可以 但是不是说 我不看佛经 我喜欢看别的 那这样就代表 你脱离了三宝 归衣深境 念一下 归衣深境 永离外道挟师 这个世界出名的 好像在佛教里面的老师 是很多 但是有些都是 好像是假的 骗人 信徒特别多 对不对 这个叫末法 末法 自称为自己是什么 我大活佛 大上师 活菩萨在来 可以喝酒吃肉 这种很多 他的动机呢 不是为了 为了帮助我们 他的动机 度跟钱 你最好归于我 给我钱 壮大我的身世 这样 这个叫外道邪 因为他不是 不是在断坛层次 他只是满足 他个人的知名度 欲望 这个你要知道 在我们菩萨道 如果这一位法师上师 没有菩提心 你就不要接近他 并不是说他没有在修 因为我是 我们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基本戒律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以大悲心 承担众生苦为责任 今天你到法国 整个法国的苦难 是你要为这个来负责 而不是说 我来忙我的道场 收收钱就走掉了 那这个就没必要 因为你不是菩提心的 我归于你 也会伤害我的菩提心 所以一个好的老师 他并不是知名度高 而是他 各位要好好观察 就像你在选老公 选老婆 要观察一下 这个人真正有 内心里面有智慧 有悲心 那我再来亲近他 可以接受他的教法 接受他灌顶 不然千万不要 不然你就会电脑中毒 知道吧 你归外道邪师 你的三规一戒就破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我发现前几年 有一位 说他是什么活佛 有神通 那个碗里面会变很多赶路 就全部拿 拜啊拜 我惨了 那叫外道 现在还有一些在家居士说他会看神通啊 属图腾啊 很多人就拜啊拜啊拜啊这样 各位不能讲名字哦 知道就好 因为佛教里面 就是知道就好了 你不能指名道姓 知道吧 但是很多人就因为这样 哦 大家去皈依他 试试看 因为听说他有神通 那你就没有得到佛法 那这样就是归外道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修行者 他只是一种提升知名度享受 对不对 叫他出家也不要出家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了解 所以那我想归生进就不能归外道谢时 那各位归三宝以后啊 你就要看看释迦牟尼佛传 但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传啊 大部分都是南传佛教写的解脱道 所以你还是要看看大秤经典的释迦牟尼佛传 包括还有一本显密言容的释迦牟尼佛传 那这样呢 对佛法 佛陀有圆满的了解 那进一步呢 归法进 那各位就要多读经典 地藏经 钥匙经 普门品 一直到论严经 所有的经跟论 你都应该要看一看 你要知道佛法是什么 只是现在的世间人 从幼稚圆小学读到大学博士 读了很多书 他就懒得读一两本佛经 很可惜 如果他先读佛经 了解生命的原理 再来读世间的书 他就不会被这个错误的知识 知识变成运用 而不是成为知识的奴隶 我们要的是智慧 智慧是永恒的真理 用智慧来了解知识 来帮助可以 归法进 归生进 那各位就要多去清静 有正知正见 有悲心的善知识 千万不要把自己列入什么教派 这一点要记住 如果我把自己列入我是什么教派 然后我对别的善知识就不想学 那就好可惜了 我是南传佛教的 我是打称佛教 我是禅宗的 我是格鲁派的 我是嘎举派的 这个会很伤害 因为这样你就把你自己限制住了 那你明明有个善知识 就像这两天 干嘛吧来 只有嘎举教派的会来 非嘎举教派都不会来的 可不可惜 可惜 这个他就学不到了 所以我认为世间的善法 只要帮助众生的也是佛法 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 何况是 只要他是善知识 我要吸收他的一些优点 可能他没有很多优点 至少他的优点稍微知道一下 也能够去学习 那你要清静的善知识 你就要知道 你要清静的善知识 如果说他是学大秤 他排斥南传佛教 那你也不要接近 因为他还不了解整体佛教 如果是他修密宗 但是他内心看不起我们汉传佛教 那你也不要接近 因为他不懂 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 其实都是佛法 只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方法 思维方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是汉人 但是我们可以吸收南传佛教的精髓 吸收藏传佛教的精髓 因为这个也是佛法 但是你不能说 那我不看地藏经 不读法研经 你不读经 你也不知道佛陀在想什么 那你也不知道佛是什么 所以各位 依止善知识 就是你要依止那种 对世间善法 所以读所有佛法 都有政治证件 这样我们不会走偏 所以这样以后对我们自己有帮助 只是有时候 你也想来豪贵学道难 所以一个人有钱了 有身份地位 这就不好修学了 为什么 因为他师父不敢讲他了 讲你你不来乎此跑掉了 那我寺庙不倒了 那这样反而不好 所以就 我们是要追求真理的 而不是为了金钱的问题 那归一以后有四正行 背下 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为 法随法行 那我们归一三宝以后 第一个叫清净善知识 那各位这个 现在科技发达了 所以你要好好去观察 但是你要先自己读读佛书经典 你要知道 读佛 最好直接读佛经 你不要读某个人所写的 那是他的思想 你读佛陀 讲下来大家共同认同的经典 这不会错 直接读佛经 或是诸大善知识 没有幻想的善知识 我所写的论还可以 经跟论 以经为主 所以佛陀有特别交代 他涅槃以后 你们要去接触这个法门道场 你一定要按照经典跟戒律 来看这个道场 符不符合佛法 因为他如果不符合戒律 这个道场每天谈钱谈钱 排位一万 小宅五千 然后弄得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 那因为他已经不慈悲 他不符合戒律 不符合戒律 虽然讲慈悲 很喜欢吃肉 对不对 那这个不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讲慈悲 不能吃肉的 不能吃葱蒜的 这一点还是要知道 所以你要有一点了解 千万不要说 我是越南人 我拜越南的 我是华人 我拜华人 那你还是在文化的范围 不是 还没有超过文化 佛法是超越文化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法国巴黎 你们就比较有福报 比较国际化一点 那我们都要稍微了解 他的精髓 但是还是要有好朋友善知识 有些在家人善知识 政治正解 你也可以多跟他亲近 然后他带我们去找对的 不要找到错的 然后去吸收 所以叫要亲近善知识 远离恶知识 那亲近善知识干嘛 不是交朋友的 是为了听闻正法 也不是说 我发觉很多人就是照个相 当然我也去跟干嘛吧 照个相 但是就是要听闻他的思想 行为 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听闻以后第三个 如理思维 你要有 我觉得欧洲人 没关系 他们比较独立 他们有思维能力蛮强的 所以要思维能力很强 就有一个危险 喜欢禅修而已 打坐禅修 他不是为了要利益重生 他只是为了净化自己 甚至那一天法皇讲了 把禅修当做宜家 当做生意 一个人收二十块 禅修班 没有钱不能修 这一点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修禅修是为了利益重生 为了慈悲 大乘的禅是慈悲 离开慈悲就没有 所以要努力思维 佛法的意义 你既然思维了法随法行 那你要按照你所了解的 相信的佛法 去实践 慈悲智慧 佛教不离开这几个 念一下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空性 实践波罗蜜 实践菩萨道 我想最好 最基本的就是 心经 金刚经 地上经 华严经 这些你了解了 你在研究论 然后了解以后 你可以研究南传佛教的出离心 他们四身体修得很好 你可以研究藏传佛教的 菩提心的指观 这样 但是还不离开大乘佛教的范围 去了解 那为了要度众生 那你都要了解 你要了解越南佛教 南传佛教 藏传佛教 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就像我认为是很多上师很慈悲 不过就是喜欢吃肉 这样 那也不是他喜欢吃肉 因为他的环境 所以我要跟他接近 供养他 我们佛教叫布施爱语 慢慢他了解 然后他也不吃肉了 因为在西藏没办法 在这边都是沙拉 这边树那么方便你干嘛吃肉 因为我会跟他讲 你吃肉 华人看到你就不喜欢 你就度不了他 因为他们的文化 但是各位 你也不能舍弃 慢慢慢慢 修他的优点 改变他的缺点 因为所谓菩萨 你也讲不舍众生 你不能放弃他 所谓远离恶知识 是不是我不跟你讲话 我还会接近你 布施你 就是改变你 但是我不跟你的心相应 了解吗 你的思想不会改变我 但是你在做坏事 我也要帮助你 所以他们在念经赚钱 我以前也认识 我也会跟他们念 我念得很认真 他们偷看我 你那么认真干嘛 念经认真 自己快乐 也可以度众生 他也会学我认真 平常我也送东西给他 慢慢慢慢感化他 你不能说 我不跟你讲话 我是心不跟他相应的 所以我们要 这四条来列一下 清静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那这个法随法行 就开始修行了 就是慈戒了 要以佛陀的思想 成为你的思想 要以佛陀的行为 成为你的行为 佛陀的行为就是戒律 佛陀的身体的行为 嘴巴的行为叫戒律 佛陀的心态 是一种空心菩提心 那就代表智慧 所以这两个 现在我们要传五戒 这个五戒你可以全守 也可以守一条两条 但是经典说 你守一条 来世就有机会升天 只要一条 所以经典说 你在这个世间 盖了一万间佛事 盖了一尊佛像 做了百千万亿黄金的布施 供养三宝 功德好大 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所以慈戒的功德最大 最高的戒律是什么 就是菩提心 空性 但是这个一步一步来 先从行为上守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吸毒 这五条 如果你愿意再多做一条 都可以 就是少吃肉 有些一个月两天不吃 有些六天不吃 有些一辈子不吃肉 功德更大 那你这样你才可以度众生 如果你喜欢吃他的肉 他生生世世就找你报仇 你怎么可能度他 就会伤害慈悲心 好 所以我们现在传授五戒 来 各位请起立 来 愿诸佛菩萨做证明 我们要守戒 而且这个守戒是尽行守一辈子 最好各位发愿 从今天一直到成佛 生生世世都受这一条戒 不杀生 如果你发这个愿 那就不一样了 那个功德没办法形容了 发愿的功德 你看到别人在战争 你要发愿 我不杀生不吃肉 回线给他们 因为战争就从杀生吃肉来了 所以来 各位为三宝弟子 学习佛陀的行为 慈悲 保护所有生命 不伤害生命 所以第一条要做的是不杀生 不杀生包含不能自杀 不能自杀 所以安乐死 安乐死 符不符合佛法 这个还是比较不符合的 但是又没办法 因为生命 并不是 你提早安乐死 也是类似一种自杀 自杀也不好了 所以佛教里面是活的时候尽力的思维修行佛法 那个比较重要 其他的随缘 快乐跟痛苦 那只是幻化的 不要怕痛苦 所以当然你怕痛苦 你就不要种痛苦的因就好了 像各位如果你身体 你希望六十几岁以后都一直很健康 你不要吃肉了 命运就改变了 你从七十岁开始吃素 然后你活到八十五岁 就会少病少苦 其实也很简单 所以第一条 各位为三宝弟子 学佛慈悲 不伤害任何生命 不杀生 所以各位 我等一下念 能慈佛 你讲能 那就得戒了 那你 你不想慈 你不要回答 你回答大家瞪你 不能 你就不要讲话就好了 但是你要是讲能 你旁边就有五个护法神 保护你生生世世 你就不容易车祸 不容易干嘛 所以第一条 各位学佛慈悲 尽行受 乃至有些人发愿 尽未来尽 我愿意一直到成佛都不要杀生 你就不会生在屠宰夫的家里 因为你发这个愿 你就不会生在那个家庭 所以各位尽行受 乃至尽未来尽 不杀生的戒律 各位能不能持 你很能 那你就有护法神 命运又改变了 第二条 学佛慈悲 不伤害别人的金钱财产 就是不要偷盗 骗别人的金钱财产 占有 所以各位尽行受 乃至尽未来尽 不偷盗的戒律 能持佛 能持 第三 这条 我看在欧洲很困难 欧美 现在年轻人 婚前性行为就是邪音 婚前 还没有结婚 男人女人就一起睡觉 就是邪音 因为不负责任 如果你结婚了 对方有承诺 那就不需要邪音 那你不想结婚 就是怕负这个责任 那婚后搞外遇也是邪音 因为你对不起太太对不起先生 今天一个女人爱上这个男人跟他结婚 这个男人就外面跟别人睡觉 你看那个女人有些还会自杀 很可怜的 所以那个伤害很大 不应该邪音 也要告诉自己的子女 所以各位 敬行受来自敬畏来自不邪音的戒律 能是否 像我们出家人是不淫欲 所以各位不要找出家人谈恋爱 不要跟出家人走太近 走太近 师父我会想你 男女之间保持纪律 如果这个出家人 你看到他有一点心里喜欢 你就不要跟他接近 因为你控制不了他 因为人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们要把出家人当作他是佛 他不是我们欲望的对象 所以这一点要知道 也不能跟出家人吵架 因为他是出家人 他做坏事我不理他 我不跟他讲话就好了 离开他 但是你不能去骂他 所以我们出家人叫不淫欲 向我发的誓 从今日敬畏来即直至成佛 断除男女情欲 这是我发的誓愿 因为我以前有邪音 但是我已经知道错了 所以我跟人家结婚 我也伤害到我过去的同修 那我也没办法 但是至少我发的这个誓愿 我不会再这么做 第四条不妄语 就是不骗人 大妄语就是说 我是某某观音菩萨神通 用这个骗人 真正的佛菩萨他不用讲了 对不对 然后世间的妄语也不行 就欺骗 除非你是善意的谎言 动机不是为了自己 是保护对方 另当别论 所以第四条各位 敬行受乃至敬畏来计 不妄语的戒律 能持佛 能持 第五条不要喝酒 所以经典说喝酒有 三十六种过失 喝酒以后 连阿罗汉都会趴在地上 像青蛙一样 一点神通都没有了 因为酒就伤害我们的佛性 酒啊 烟啊 烟最恐怖了 你抽烟的人保证生不了天王 生不了净土 因为他的头盖被盖掉了 被盖掉了 所以吸毒也不行 但是各位 你现在做不到 如果你真的做不到 那至少你维持初一十五不要喝啊 对不对 就一步一步来 但是如果你做得到 那是很有福报 不用陪人喝酒就可以赚钱 那是 所以第五条 但是如果是药酒 医生说你是在家人 你骨头痠痛 你喝这个 加一点酒 然后会好 那个不是为了喝酒 那是药 那动机就可以 出家人是不要 所以第五条 各位 尽行受乃至敬畏来记 不饮酒 不吸毒 不饮酒的戒律 能持佛 加一条 好各位能瘦就瘦 不能瘦没关系 慢慢来 就是不要吃肉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那一天不吃肉 也不能吃鸡蛋鸭蛋 因为这个蛋 这个母鸡母鸭很痛苦 很痛苦 不是有没有交配的理由 是因为母鸡很痛苦 每一只鸡在生蛋的那种痛苦 就像各位在生小孩的那种痛苦 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要了解他们的痛苦 不要为了自己的快乐 事实上不吃鸡蛋还是很营养 这个事情替代品太多了 所以能够不吃就不吃 然后有些人还做到不喝牛奶 那更伟大 但是如果你要喝要有感恩的心 不是说牛奶好喝 当做药来喝 但是能够做到不吃肉 那如果你做不到 至少初一十五 对不对 做做看 一步一步来 然后做到六载人 出门没办法 在家就吃素 对不对 但是如果能够严格的都奉行吃素 那生生世世生在富贵 有智慧变才 自由自在的地方 就像你们移民到欧洲 就觉得这边比较自由 因为这欧洲人 他们外国人也不喜欢活活地吃 对不对 不像我们华人 活的 嘴巴还在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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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样吃起来 新鲜 德国人更惨 对不对 还会动 还会动 那个章鱼还会动 再给它加一点酱油醋 我放在嘴巴还在动 等下咬下去 这个是很残忍的 为什么对方很痛 很痛很痛 这个痛以后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就会多病 讨债 旁边人找你麻烦的 讨债的人会多 因为他会来偷胎 晚上就不好睡觉 所以愿意受就受 随缘 所以各位第六条 学佛慈悲 不吃众生肉 吃肉会断慈悲心 这很可惜 如果你真的想要求慈悲心 就不要吃肉 但 所以各位 尽行受乃至法院 尽未来寄 不吃众生肉的戒律 能吃佛 再来我们要发愿 受大乘的佛教都要发愿 发愿就是四红四愿 跟我念 众生无边四愿都 烦恼无尽四愿端 法门无两四愿学 佛道无上四愿乘 好 那各位今天归乃至受了五戒 经济部各位要受八观载戒 佛陀规定 佛弟子受五戒 一个月要六天受八观载戒 但是各位如果做不到至少初一十五吃素 受载戒 八观载戒是代表个人解脱出离心 经济部应该要发菩提心受菩萨戒 菩萨戒 做菩萨 那受菩萨戒 你要真心要度众生 你要愿成佛 快速成佛 那你还要受密称戒 三昧耶戒 显密双修 这个是一个快速成佛的方法 但是无论如何 你了解这个道理 那我们把受戒的功德要回向 回向 那所有众生得到功德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发大称心 归一三宝 受此五戒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法菩提心 尽此以保身 同生极乐果 那各位记住 今天你受了一个菩萨戒 你昨天布施十块钱 你今天也布施十块钱 假设这样 那今天变成十万 因为你受戒 有戒的功德 所做的一支香 念个经 功德都正上 所以为什么我们 我们佛经有说 出家人一天的功德 超过在家人一辈子修行的功德 所以出家因为他圆满受戒的话 他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赚功德 是为了一这样的功德 能够布施给众神才有力量 所以各位你受了五戒 你从今天以后所做的都会增上 不一样 你今天吃素送地藏经跟吃肉送地藏经 那功德天地之差 并不是说吃肉不能念地藏经 但是如果你有吃素来念地藏经 那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功德回向 回向现世者排位 各位要想到家里的父母 六亲眷属 所有人类有情 三善道众生 特别是正在生病了 得到我们的功德 愿以此功德 回向现世者 家中眷属 所有病苦者 三善道众生 跟我念 愿消三丈除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细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世事常行菩萨道 温序 好请向这边 要回向我们的往生的父母祖先 过去伤害的冤亲在主 地狱套恶鬼道 出生到包括欧洲地区 念一下黑死病死亡者 集中营死亡者 战争死亡者 疾病死亡者 被砍头 宗教迫害 各种死亡者 修行人不能有恨 对希特勒也好 对任何一个过去战争的 牧首的女人我们都回向给她 你不能骂 你不能公开骂 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党派教派 对方 我们他死亡了 我们回向给他 他活着我们也回向给他 他可以改变智慧 对不对 他可以转邪为政 我们都可以改 他们也可以改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悲心 也要特别回向所有被堕胎 胎儿 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的兄弟 我们妈妈也有堕胎 那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都给他想地狱到 恶鬼到出生到 祖先堕胎胎儿 受苦亡魂 今天一起归一受戒 他们当下就升天了 愿他们最好往生西方 解救世界 只要相信阿弥陀佛愿往生 以归一发现的功德 必定往生净土 所以各位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问世 好 大家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辗 挨护差输的 常称 大辗 与 大辗 里面 小辣 中国议和众议和韩 Shepherd姐姐, 她们在一起 人生和学生,在哪里? 她们对 нас来讲 其他人是在一起, 权炕饵的和门头上已经在外面, 我认为你们有什么东西呢 他们都没有人费过来 我认为我们有什么东西 我认为我们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这些地方 我最近有一些 gesch deix的人 不習得只才先有黄色的 在滋賊把球員發生了 recebo上一次生紕的 人格和氏 像雖然, 在這個對方 我們身上叫我們 有在山上的大人命徘徊 在山上的大人命徘徊 就��터在南某筑里边 Kalau北我 emer dominating security 我和南某筑计。 而且,在南某筑上, there也是精致的唐弹荡� Frauen的爱子 有 grand洋 或并就好像靠一下 有什麼意思啦 在南某筑家中 私 этим最 düny的男人 因为可是粗帕或是 koment 里面就有这么夯了 在上等地的事情上是在下载 不会是在下载的载 也不会是在下载的载的载的载 和藤中的反應是負担食唯有的中文 那麼漢就有的台式 現代家我想過一個禮物 在這陸有些依次авлив的話 創建對方的成章 三十二十七五五五、六十四十傘 十三十八二十二十傘 但是人家一旦看到四十九九年 就是操作四十九九年 才可以解放四十九年 可是在三十三十年前 有没有分解, 比如说, 每天都搬软而上 只要不断, 除了因为 这就有没有人被捐 Shengkei Iwadi, 伯父, 伯父, 伯父。 伯父, 伯父。 我以前是在寶玉佛心里做的事。 你怎么回事所以他在寶玉佛心里有时候 在寶玉佛心里叫蹲车她说, н如今就在寶玉佛心里面应回事。 点几句话, 你会谈论的那些绿木磁达的人。 好像一會就伸到我們和我們一起在一起 還會 Although,我們會很早就不想 我們也會去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有一點的東西 应该是我們那麼多的東西 我們也會有很多東西 不可以那麼多的東西 这不是这一家人的女朋友 她来了你们说得好 他和母亲都那些人来说 一位儿了 也不会让她说 那些人来说 这就是妈妈 你来说 我让你们来说 我不是说 我愿意还说 我 Canadian玩拼了 我跟これ有些酸人提供 把握放了 他们说 thì blade 糟糕 玩 跟那边之类的 有一种好不容易看到的 这个状态的人 真的对我来讲 他就没有说 他都没有说 罪子人 我依然会想起来 你粉丝的 我可以问你 你不能说 你想起来 决定物 用牙策 我叫你一家人去找尔心 我要找尔心 我跟他找尔心 那你能找尔心 人家在找尔心 我跟他找尔心 我去找尔心 我去找尔心 尔心 我去找尔心 但是如果是他是一个教会寻的 某些天使 closely 就有一点像是一种 constructor 某些华语 learn 如果是一个兼须 但是 某些人还会学习 去有一个教会寻找 某些人习惯后 但是你还能够找一些 vida的人 你没有过去 十万岁的参加 那就是我回到室友其实是一样的 的人知道何无论的 我们 Einstein 和人不太误判 我们att тел 然后比神 和人也认为 我 ter连锋 那些人都有一些人的 文化他那些人都不需要 那些人ompon counties 那些人都不需要 那些人都不需要 等候稱我去上海。 在我中間還有, 你活到後來玩, 你們就知道他們去上海。 我也想說什麼。 你懂嗎? 你懂嗎?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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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 你懂嗎? 你懂嗎? 我懂得都知道。 有因爲你懂嗎? 我懂得找你, 那是最少的地方、不少有收睇响的。 那很多地方都收睇响了, 但那是一回收睇响。 你看,你也不贏。 那些人仍未尝得到很多人。 到达沙治把上海都上海都要看到 上海的海人都是在沙治之下 你的考察他去哪里就有多认识从你的教室 你也可以提升你的教室 你觉得这些学习在地上 天下的学习比赛 在每个学习古学习宝 birlikte我们 celle说 注浏 陽光球 what the수� controversy 铆钱 有少舌 融中在那边 用木头称 没有发展 没有云美 Alberta 人物が增加 人物都 Chen 是集内 用木头称 那边 即使在同一家家的家庭 女人都在讲 女人都会讲 今生人都会讲 那就是那些人 我看过这些许体的她间 不知话 Fuck you 我看不见了她 她们还在说 我们都在说 我说什么都会讲 我说什么都会讲 我说 这些 是的 他们怎么会讲 就说讲 这如果说服了那些创意的,我说它是很无疑的。 但是我就说,整个创意,说,这创意说是什么。 这创意的话,我们也讨论是什么。 我说那些创意地证明时,这也许是这样。 我的创意,这是什么,但是我对谁在这种创意。 那就是唥物,因为你对什么,所以什么创意认为。 我认为这些创意地创意,你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在他教挥交换给 iowa 那么有一个朋友 他们说我们有这个朋友 我们有的朋友 有这个朋友 一��的这锦可以了 给我做好 这里有些人在习近平, 两个人在习近平的习近平 所以我们在习近平的人都能习近平 所以我们在习近平的习近平 所以就在习近平的习近平 我们在习近平的习近平 就在指挥的时候,需要做一切。 就在这种勞计里面是一切都努力。 那你还想要造成那种不动。 不动力,但是,你再使用了。 如果做一切,就这道路了。 如果做一切,做一切。 如何做一切都做一切。 思考人家母彦宝家母彦一带祝宮 那麽麦麒麦和徒盒子 一带祝王方嘉雅 我就是要用一小朋友去做 在那麽麦克風 两道是百年筆的 但那麽独卦一带来 那么在其实裡面 那麽那麽独卦一带去 而我把这些人组织好, 我也能认识你真是的。 有我們的原則以前有很多這樣的人 我們可以 ön購入了 dólares 而どう商 arm是一盆 spent 這一枝曾 Galicia,一定很難将的嘛 那一個不小心就拿到囉 stage這兩個快就真的是 在碓 裡頭再拿到囉 在哪裡頂到迫街水盆 但是在河河 be盜就到了 然後轉直水盆 就要通常用火的花的花的花 就去住了 現在是花的花的花 花的花在三種內 用外的花的花で 建造的花的花 就是花的花的花 我們有花的花的花 彼女在外出身上的卵,我和其他人一起去 她在外出身上的卵和卵和卵,我和其他人都在外出身, 我和其他人一起去找我,我和其他人都在外出身上, 我和其他人都在外出身上, 因为我来过来 因为我来过来 这些例子 还没来过来 所以我要表达 当时我来过来 要没有 以后 在那个 天最后 我走 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与您一同开穿光明自在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